喔 Sorry 我太大聲 Sorry 不好意思 我抓到了 What? Yo What's up 大家 我是劉沛 Pierre 今天 固拉多終於出現了 Yeah 希望 希望可以抓到固拉多 然後 會給你們看 我最近這幾天 也抓到什麼樣的新寶可夢 另外 就是要告訴你們 怎麼打敗固拉多 用哪一些是比較好 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這麼期待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之後 讓我最新的影片 Pokemon GO 今天下雨 真的比較不方便 但是希望因為下雨 我們用水系的寶可夢 會比較強 但現在看到旁邊 我剛剛在塞頂 所以我已經看到有這個Bree Loom 我還沒有 我要走過去 哇 2051 2051 OK 我們找一個地方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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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看到旁邊有個Bree Loom 2051 這個CP超級高 Ultra Ball比較黃 嗯...我覺得保守一點 我用的莓果好了 攻擊過 又攻擊過 OK Great Throw 拜託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Bree Loom 歡迎拿到我的Pokedex 好 Bree Loom很好 因為它算是一個格鬥性的屬性 所以Counter不錯 Sludge Bomb不好 那個技能組 我們可以改 但是希望IV好不好 IV還OK 我覺得還是要保留 因為它CP超高 好 固拉多就在前面 我們去抓 跑跑跑跑 現在這個固拉多 有五個人 我們先刷一下這個Poke Stop 然後立刻 立刻進去 現在比較好的就是 因為下雨 所以我們的水屬性的寶可夢 他們的技能組 會比較強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原本是想要這個嘛 但其實可以稍微改一下 Ho Oh就改成水屬性好了 現在裡面有13個人 藍隊沒有很多 所以不確定會不會有更多球 希望 希望可以打敗 我們怎麼看到底 這個固拉多是有什麼技能組 就是看會推薦你用哪一些寶可夢 所以現在它是推薦我用暴力龍 那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Sower Beam 沒有Sower Beam 就很好 那怎麼看得出來是有Sower Beam 就是如果他們沒有推薦水屬性的寶可夢 它好大 這個應該我覺得很容易可以打敗 所以我覺得我連躲都不用躲 你知道嗎 我本來想說 喔 今天下雨 玩寶可夢會不會不方便 但因為下雨的話呢 水屬性的就會加強 現在暴力龍 因為它的Fast Attack技能 現在有Waterfall 所以因為有Waterfall 現在暴力龍是最厲害的水屬性的寶可夢 本來是水精靈 現在是暴力龍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用暴力龍 說實話真的 如果下雨真的太簡單了 完全沒有問題 你看剩下200多秒 超過200多 OK 完美IV 2328 2280 這個還OK啦 沒有說非常高 但是至少是OK 喔 喔 12顆 那因為這個是我第一隻 布拉多 我們要用一下金色莓果 我們要看 它什麼都有攻擊 OK X跟Throw 拜託 拜託 X跟Throw 一個 兩個 一個 OK 我又發現 好像現在 它又是沒有那個警告 什麼時候會攻擊 所以你要看 它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丟 我發現 布拉多真的很遠 OK X跟Throw 它比我想像中更遠 一個 啊 這個丟得不好 這個沒有Throw 對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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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 兩顆 我的 古拉多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他超級大 你看 他連頭都看不到 Mudge Shot Firefly 這個不是他最好的技能組 我連他CP都剛剛看不到 2280 看一下 他IV Wonder OK OK 查一下他的IV 82 84或84 應該是84 所以上一集 有人問我是怎麼查他的IV 我用的APP 叫做Poke Genie 那IOS有 我不知道Android有沒有 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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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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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團體戰 我們待會兒就要去打 剛剛我們抓到 這個故拉多 超漂亮 他已經變成 我們的第九名了 那我們看到底我們用哪一些Poke Mon 對故拉多 最有效 首先要感謝 ми 我們這位Cylindro在The Silk Road的Reddit 他有讓我們看這個圖片 如果天氣是完全是太陽很大 或者晚上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雲 火屬性、草屬性 然後地屬性 他們就會加強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固拉多你抓的時候呢 他可以從2796到2910 所以如果天氣是完全是青天的話呢 固拉多完美IV就是2910 對他什麼好呢 因為他的等級會比較高 所以就說他的地屬性跟火屬性 草屬性所有的技能組都會加強 所以現在看到旁邊 最好對他就是我們剛剛抓到的鳳王 另外如果你已經有的話呢 也可以用一下固拉多 還有Multris 如果固拉多的技能組有Fire Blast 就不要用這些草屬性 如果是Sower Beam 不要用像暴龍啊這些 那如果是別的天氣的話呢 固拉多他的等級沒有加強 就用這些 最好就是我們最新的最厲害的水屬性的寶可夢 暴龍龍 因為他現在他的技能組有Waterfall 還有Hydro Pump 所以這兩個是最強的 另外也是我們剛剛抓到的鳳王 只要他有Sower Beam的技能組 就可以打敗 然後當然我們的快龍也很厲害 另外如果是對於Growdon的Sower Beam的話 就用這四個下面這裡 如果是對Growdon的Fire Blast 就用水屬性 這三個也可以 如果他有Sower Beam 水屬性的就不要用 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 如果他有Sower Beam 就不要用水屬性 用草屬性 如果他有Fire Blast 不要用草屬性 用水屬性或者火屬性 那如果他有Earthquake 那那就沒差了 都可以用 最好的還是暴龍 還有鳳王 這兩個還是最好的 想要另外分享一個 這個圖片也可能可以幫你們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這種圖片呢 我都會在以下有連結 那這也是 看得出來 謝謝Ryan Swag他做的 基本上最好的還是暴龍 固拉多 40分鐘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看到旁邊 就是有固拉多 一個人而已 我覺得還是進去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很多人在旁邊 OK 現在只有兩個人 那他推薦的是這些的話呢 應該沒有Solar Beam 所以這樣就OK 沒有Solar Beam的話呢 而且現在下雨 我們就用我們水屬性的 兩個人 兩個人而已 我剛剛看到有很多人啊 OK 現在雨真的有一點點大了 五個人打固拉多 然後下雨的話呢 只要用水屬性的話 我覺得是沒問題 有好像在網路上我有看過 最少好像是三個人 不是13 三個人 你們也濕了 OK嗎 現在雨很大 好 12個人 看看我猜啦 他應該是Earthquake 他應該不是Fire Blast 對不對 都說是Earthquake啦 為什麼我不是躲掉了嗎 不會吧 現在還有那個躲的Dodge Bug 怎麼一直都有那個Dodge的Bug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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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發現下雨有一個好處就是 水屬性有加強嘛 但是你抓的時候呢 比較難抓 因為你的手機的螢幕會濕掉 對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太厲害了 我覺得一個暴力龍 就可以完全打敗它 OK OK 好好 2328 2328 啊 2272 這個好低喔 OK 11個機會其實還是蠻多的 2272的話 我自己下鳳梨果 啊 丟的不好啊 GO Sorry 我太大聲 Sorry 不好意思 我抓到了 What 剛剛完全沒有什麼throw Oh nice Mutch Shot Solar Beam 這個技能組很好 這個技能組就可以對別的固拉多 非常好 除非那個固拉多也是有Solar Beam的話 那就不好 但Wonder 喔 喔 所以它還是Wonder 2272 好 好 82 所以剛好 它剛好是Wonder 沒有說非常高 但是至少它還是不錯 2272的CP還是有點低 但是我們看這裡的話 它還是第10名 好像還不錯 Nice 好像來不及 那邊這個有個Absol 我還沒有 對 應該是沒有 因為現在比較晚了 所以 Torchick? Torchick Torchick 去抓 去抓它 OK 這個很好 好 首先旁邊 超多寶可夢 但是有個Torchick 我還沒有抓到Torchick 我看 TricoTrico Yes 還有Trico 當然用鳳梨果抓Trico 36CP而已 保守啊 我就用個Great Ball OK 現在還是有下雨 還是不太方便 玩寶可夢 一邊玩 一邊拍攝 CP不太好 喔 我先保留 因為我可能會想要 讓它不當我的Buddy Torchick Torchick 317 我看一下 如果Ultra Ball的話呢 黃色我覺得可以 所以我用一下鳳梨果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難 遇見到Torchick 拜託 一個 兩個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OK 不要跑 Great throw好了 Great throw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的 Torchick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Torchick非常棒 但我想要進化它到Blaziken 要25個糖果到Combuskin 然後再100個糖果 125個糖果 到Blaziken 我先保留它 萬一想要把它當成我的Buddy 但到Blaziken真的很久 我覺得沒關係 慢慢來 反正第三代才剛出 好 旁邊沒有時候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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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都有這兩個 我都還沒有團體站過 Mawile 我覺得我單獨一個人 其實可以打敗 太遠了 太遠了 OK 好 我覺得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慢慢來 這些我覺得之後再打啦 好 我想要分享給你們 我最近抓到什麼樣的寶可夢 但我們先 先去找一個人 我手臂開始累了 開始 開始累了 好久不見的Curtis 耶~~~ Curtis終於回台灣了 好想你 大家還記得嗎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送包胎 你知道嗎 是嗎 對 說你是劉沛的弟弟 像嗎 像嗎 Curtis終於回來 然後上次你們見到他的時候 是在寶可夢的L.A 的Long Beach的時候 然後我們又一起玩 因為Curtis出來的話 希望可以看見更多Curtis 在我們VLOG裡面 因為今天晚上要跟他一起吃東西 所以我們去旁邊 做一個Outro 讓他給兩百 Let's go 不用啊 不用啊 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 因為這幾天 我都一直在抓寶可夢 然後就沒有帶香吉出來 但是想要給你們看 最近抓到什麼東西 Puchiana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還有 剛剛抓到一個Wurmple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C-Dot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Shrumish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Slackoff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Rozelia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喔 對 這個 這個是區域限制的 Seviper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但是最後一個 非常稀有的 Curlea 歡迎來到我的Pokedex 我連那個Rodz都還沒有抓到 就抓到Curlea 而且Gardevoir 是我最喜歡的第三代的寶可夢 但這個要很久 因為真的想要拿他 就是要太多他的糖果 那我覺得今天呢 非常棒 因為今天抓到兩隻 固拉多 而且他的CP真的很高 他好像最高的CP是40多 我看一下 他最高的CP可以到4074 所以他比超夢更厲害 那前陸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我覺得最棒的就是暴雨龍 他的快的技能組 終於可以有水系了 所以Waterfall太棒了 另外的話 我們現在孵蛋這裡呢 有兩個正在孵出5公里的蛋 但是我現在有保留7個10公里 希望這些5公里孵出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拿到更多10公里 這樣的話可以9顆10公里蛋 1月16號早上5點鐘 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們大概有差不多一個月 還可以抓他 那當然今天還是有一個問題 你們最期待還沒有出現的 第三代寶可夢是哪一隻 以下留言 如果想要看到所有的今天的一些圖片的話呢 以下都有那個連結 另外大家快點去我的IG還有FB 按讚追蹤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想要破10萬 而且再過幾天我弟會來 然後我們會去台中台南還有高雄 在那邊會先提早告訴大家 我們會在哪裡跟你能見面 所以快點去那邊按讚追蹤我 當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並且分享 記得訂閱 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Yeah 然後我弟是劉威 不是Curtis MITIN 不是你 不是你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POKEMON STUNK 我的寶貝 你在拍 我在拍你 有